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秦文化知道的不多 我从小我的接触就是秦始皇杀人无数 万里长城 孟江女哭倒长城 都是很负面 粉书坑儒 杀人无数 而且让文化 文字倒退 文字欲就已经不得了 还焚书坑儒 到了年纪大慢慢理解 秦始皇 其实我们在台湾受的教育 从小就学着讲功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强调这个道统 姚舜雨滩文武周公孔子 姚舜大家都晓得 这残让这个了不起的古圣仙也残 姚舜雨 大雨治水 经历了夏 夏潮 汤 商汤 灭掉了夏节的商汤 取而代之 以武德来说是夏 夏 木气圣 木气圣被什么 商 商的金 金克木 取代了 商汤 灭掉了夏节 姚舜雨滩 下面就是文武 周公 孔子 下面就不讲了 孔子后面有战国 战国有七雄 七雄后来定于一尊 秦始皇平定天下 嬴政 这些就不提了 不提了 所以我们本身 这历史的记录 就对秦来说是不太公平 为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 其实有些道 当然了 杀人如马 杀人是不对 灭绝文化也不对 大陆是十年文革 现在称为什么十年黑暗期 现在大家都闭谈那一段 更何况 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当然不对 在部队之中呢 我们也带有同理心的去理解 为什么粉书坑儒 原来书中的记录 对秦帝来说是不公平 长期受到贬义 就像美国现在黑人 美国黑人 现在大家算是必谈这个种族议题 可是事实上存不存在 当然有存在了 你看美国白人警察经常被有意义或者无意之间枪杀的 或者警力使用过当的都是那些黑人的小孩 所以这没办法 这历史就是说 虽然是黑暗 但是你还是要面对这一段 然后你才能把它什么 你才能够 建网之来 所以对秦文化 我几长之后呢 我对秦文化 我稍微什么 留个 我们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就是多留一个神 因为我收藏的玉器 各个年代的玉器 秦代的玉器就 大家就比较冷僻的这块 我稍微多留个半点神 我可能就比别人要多了解一点 对秦的历史故事 或秦的这些历史记录 知智片语之中呢 我也什么 去印证它 从文物 印证到什么 史学 或者是甚至于 拜官也使的传说 传闻 我们都留它个半脸的神 就像我们现在大师收藏 我们介绍大秦的玉器 非常冷僻 可是冷僻是冷僻 你不能不面对 它是第一个封建王朝 而且 现在地表最大的装置艺术 万里长城 也就是最大的国防 工程 就在秦始皇的时候留下来的 你不能不去面对它 而且 不小心被老杨 一锄头敲出来的 兵马友 八千个兵马友 外加战车 战马 引起四十关注 被列为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洋人都这么重视 英文讲万里长城叫 Great Wall 伟大的长城 太空人 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 回首来时路 在地表能够看得到的 建筑只有万里长城 两千多年前 秦始皇干 当然 有明长城 明后来修长城 但基本上 秦的万里长城 屹立两千多年 这是不容易 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奇迹 但大秦文化 除了万里长城 还有没有别的 当然有别的 我之前给各位介绍了 我们搞情报出身的 我注重情报的故事 当年韩国 韩国就在秦 秦的旁边 一个小国 战国七雄的地图 跟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战国七雄的地图 就像是一个什么 一个大鹏鸟 向东南飞的 一只大鹏鸟 或者一个滑翔翼 面向东南飞 整个中国地底 面向东南 就面向台湾这边飞了 他那两个翅膀 右边的翅膀 就靠近南方的翅膀 是楚国 当时的楚国 楚虽山户 王前必楚 从小大家读历史 这个秦楚之争 后来明月转出来 电视剧明月转 明月转 原来楚国跟秦国之间 他还有姻亲的关系 他不是完全的敌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很纠葛 不单是在中国 古老的地图 在欧洲也是 我当时参观欧洲的 很有名的 很漂亮的 历史古堡 因为 丘吉尔也是什么 什么从欧洲来的 丘吉尔的主纪是 欧洲 是德国的贵族 都有这种 千尝瓜渡的关系 所以 那时候德国 就轰炸 伦敦的时候 在中间就是什么 很纠结 一直到现在 伦敦还留下一面 被德军轰炸的一面墙 在他的银行区 那个区就叫做Bank 就像美国的 瓦尔街一样 英国叫做Bank 他留有一面 被打成风潮状的 一面墙 作为这个战争的血池 事实上 他们两个之间 是有这种 亲戚的关系 往前推的话 前处 是个大鹏鸟的 两个大翅膀 那背后呢 身上呢 刚刚讲的 寒 魏 就这个 赵 寒魏赵 寒魏赵 是他 脖子 算是他脖子 那一块 在网上两个须须 就像两个顶 就两个触角 触角是什么 一个我们 河北的老家 燕 燕赵南儿 我们讲 河北 燕赵 赵是偏向山西了 燕 靠海 靠东西的 那是燕 我们就是燕赵南儿 燕的下面 就是骑 骑跟燕 燕赵南儿 或者骑鲁南儿 都是 以前讲究的 男子汉 英姿煞爽 然后怎么 很有男人的 风格 很有男人的骨气 燕赵南儿 山东儿 还是骑鲁南儿 他是整个战国七雄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所以 这个秦跟楚之间的 这个相争啊 他不是光军事武力上的相争 他战争的准备 他是要方方面面 建军备战 摩兵立马 然后 先建军 备战 然后再用兵之下 在 这个 秦桧王时代 就听了大臣司马错的意见 秦国旁边有两个很小的国家 八蜀 八跟蜀 八在下面一点 蜀在上面一点 蜀就现在的四川了 四川那一带 现在是天府之国 以前那时候是 经常闹水患 大家知道蜀地的落差很大 走路为什么说蜀到南 南如灯青天 就太大落差了 犯那种水患 司马错就建议秦桧王 拿下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拿下 有远见 你将来要统一全中国 你要当 当一个英雄或者枭雄 你必须要把最强大的楚国 你要把它灭掉 灭楚国的一个捷径 就是从巴蜀开始 我刚才讲的 由高而低 这一路顺水而下 你要船间泡利 那时候当然没有泡 一路不费摧毁之力 他不用罗马 去背抗这些资重 就承载这些兵力 顺水推舟就下来了 就直接到南方的处地 进攻楚国 如一只利剑 诶 司马错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有战略眼光 好 秦桧王就听他的意见 好 这个是当然如探囊取物 在公元前316年 得到了巴蜀两地 而巴蜀 太守 蜀郡太守 第一任的蜀郡太守 就是司马错 在当地啊 当地 那时候还是比较蛮慌 经常闹水患啊 但经过他的治理 已经好了很多 到了公元前的256年 到秦州 秦昭穆王 秦昭穆王是在公元256年 派了一个水利专家去 兼任蜀郡太守 那是第三任 第二任 吴族秦中 我们就不讲 第三任是谁 大大有名的 李斌呢 李斌父子 水利专家 历史上出了名的 为什么一直强调讲究这个水利的重要 因为不要忘记啊 我之前一直跟各位提过前几集 看大清王朝的玉器 你要不了解大清王朝的水德 你就研究不透大清王朝的玉器 你要读大清王朝的历史 你不了解大清王朝的水德 实际 地际六 地际六你就过不了这一关 什么叫地际六 懂得河图 一六共中水 二级同道 三八为蓬木 四九为友谨 五四同道 一六共中水 水德 大清王朝为什么穿着绅色 黑色的什么 绅服 干什么 水德 我们看明月站 明月站南方楚国的时候 是一个落魄的公主 她的表姐 唐姐 刘涛衍的 是一个单望的一个公主 就她陪着嫁到了 嫁给什么 秦桧王 陪着一起嫁过去 结果没想到后来在那边 掌权了41年 他们在处地穿了大红大绿的衣服 一嫁到了秦国 换着黑衣束服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为什么 为什么黑衣 黑色颜色五行属水 黑色颜色 我们玉雕为什么 方格状的东西 秦国的玉雕 很多地方都是有方格状的东西 因为方的形状五行是属金 金洞生水 方的圆着之间的这个搭配 所以这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就是秦文化 玉雕文化里面的重要的一种图头 跟它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最高的标准 这跟文化 这跟信仰思想是一贯的 所以你要研究文史哲的 或者研究它的艺术的玉雕 或者你研究万里长生的造型 成朵状的造型也是属金 金方水源 所以那个生住大清王朝 今天大清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不在了 但是万里长生在了一天 大家就不会忘掉秦始皇 他的主人公 而且他的水利建设 南有林渠通到什么 两广 那时候两广是荒凉之里 南满之里 南有林渠 本有什么呢 关中平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复述 关中平原本来是个平级之地 他利用了一个间谍 韩国 韩慧环王派来的一个间谍 叫做郑国 姓郑的郑 国家的国 那是一个人民 是个水利专家 因为韩怕被秦国密 他就派那个水利建设 专家去游说秦始皇 那时候秦始皇年轻时代 还没有统一六国 他还很年轻 游说到 关中指他的什么 龙姓之地 太贫瘠了 缺乏水利 要盖一条河流 去灌溉关中平原 秦始皇就相信他的话 年轻嘛 就做 做了几年之后 哇 那个是劳民伤财啊 那很辛苦啊 花了十多年的功夫 古人的寿命又短 十多年的话 等于就半生了 后来听到了一些 情报的分析啊 就是不对 找那郑国来问 你到底是真的要帮我 还是要害我 结果郑国也跟他坦白了 我是要帮你 又是要害你 害你就是很辛苦的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你弄了你什么 非常的辛苦 你无力去什么 进攻我旁边的 我的老乡 老家韩国 韩国得以多 狗爷长长了 一二十年 就是这样 因为郑国是他的反接 但我又是真正水利专家 对你来说 建立好这个 真的对观众来说 帮助太大 可以什么 水利万物嘛 还不争 听说话想 对 我的国家 又是属于什么 水德 这个水利的建设 对我来说 哇 除了能够灌溉之外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 也是对我来 一个运气的一个大 大力多 就继续让他做 不但继续让他做 不去问斩这个 这个奸细啊 这个郑国 利用郑国的水利的常灾 建设完了 就用他的名字 命这台河 叫做郑国渠 这些郑国渠 就是一个情报故事 一个反间故事 他宽容大量 他用水德的这种原容 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取得水的善的一面 另外 更有名的 是这个都江燕 都江燕就是把巴蜀 用巴蜀水患平仁的地方 建立成一个什么 附属之国 天府之国 四川呢 号称为天府之国 在三国时期 大家 为什么 刘备能够什么 据天险 他不跟外面往来 他关着门 他也饿不死 他就占据了什么 蜀地 天府之国 那秦始皇 他的祖先 秦慧王 一直让 秦昭墓 把巴蜀哪个地方 得到了之后 不但得到又建立 最后 在公元前的二五六年 派了第三任的 蜀郡太守 礼宾父子 当蜀郡太守 蜀郡太守 等于地方为王 花了八年多 的时间 建立起了都江燕 都江燕 你看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 还会经常去报的 他把那个水 水 虽然是立万物而不增 但是什么 水性就下 你没有用的好的话 他的那种伤害 比你想象中的要大 结果被他整治地好了 巴蜀之地 变成天府之国之 然后他就顺着 河流而下 清取 楚国 这是电力 他统一天下的 就是他最大的 也是楚国 其他那 我这样就小 在他来说 不费水贵之地 这样的王毕父子 一举就拿下了五波 最后 楚国拿不下来 就是楚墙 然后跟他南北之间的对峙 有了这条水路之后 他如 如获天助 那我们这一件 一个人物 带着两只兽 我三十多年前收拾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东西 韩呼唠唠 就跟了那个 秦文化 好像介绍很多 玉的兵器 刀剑 还辅月 那算玉兵器 算玉的 礼器兵器 同时 除了 这个三件 这个 关门六丘的东西 我最早 我本来 初步的定位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晚期 由石器 而转到玉器 你看那个时候的什么 玉器 北有 红山文化 南有 梁祖文化 东有什么文化呢 东有 龙山文化 我一开始初初的 我本来是做这样的认定 后来 沉淀了 二三十年之后 我说 我以为是无意之天 这盘 汉代很有名 汉代的 沪生三宝 辟邪三宝 叫做什么 翁仲 斯南 还有什么 钢 这是 辟邪三宝 以翁仲为首 翁仲 刚才造型有这么一点神韵战 哦 我就是后来 我还认定 这可能就翁仲的鼻祖 翁仲 他是一个青史皇师 他手下的一员大将 巨人 身高两丈三 这有记载 两丈三 初步的概算 两丈三是现在的多高 就两米三十多公分 姚明 公认的是篮球界里面最高的 有运动能力的巨人 有些巨人是卧病在头 没办法动 生命很短暂 很脆弱 但有运动能力的这种巨人 姚明是属于最高的 比翁仲尔都高 翁仲尔身高220公分 姚明227公分 可是有运动能力的一员武将 翁仲尔就230多公分 你看看多大 他原来不是汉人 他原来是越南 那时候都是属于中国了 那时候是属于南方人 因为从小出生 清苦被他的关系 他人就长得巨大 就是从小小年纪 他身材就很大 就被人家整冤枉 后来他逃到了秦国 其实秦始皇 发觉他是个人才 给他的一个一员武将来做 就把他派回他原来的安南 就是现在的越南 去当一个什么 戍边大将 没想到他做的有声有声 后来北方因为万里长生 就是防的匈奴 北方匈奴一战来犯 他又把他调到 去平定匈奴 因为他的那个身材 那个匈奴就现在蒙古人 他怎么样 新疆蒙古人 他们都是注重摔角 注重格斗技 他都个人英雄主义很甚 像现在的西方 英雄主义 一看来那么巨人 又空无勇力的一个巨人 哇 纷纷的向他跪拜 把他视之为神 现在越南也是 越南把他当作福神 我们这边叫做阮翁仲 越南叫他李翁仲 就讲的是同一个人 他在的时候匈奴不敢来犯 但他要告老关系 我们都找巨人 他们往往是 而且他练武功的巨人 这个衰老会比较快 你看那个重量级拳王 很少有长寿的 到现在 没有活到一百岁 甚至于九十岁的 世界重量级拳王 都找不到 因为运动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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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浑身带着一些旧伤 去告老还乡 军事皇让他告老还乡 但是怎么 制作一个同人像 一个大巨人 一个同人像 中空的 里面可以容纳十个人 大家现在想到谁 对 想到那个木马图成记 对 当匈奴远远的看 准备要来饭的时候 他摆在咸阳城外 对着北方 当匈奴远要来饭 匈奴远要来饭 赶快那十个兵士 钻进他的肚子 去抖动他的身躯 感觉上那个翁仲 远远的看 像会走路的一个巨人 那个匈奴鼻子摸摸 有 桃子摇摇 所以软翁仲也好 越南讲的李翁仲也好 他摆下这么讲 翁仲可是问题 翁仲虽然是秦国的 他是红在什么时代 他被塑像当作护身符 是红在西汉时代 在秦的时候 虽然秦始皇那么重视他 可是那时候 还没有转为民间信仰 所以也有可能是翁仲 另外 他这旁边带了两只神兽 你就很难去解读他 因为他同样的玉子 我给各位看 这是玉的 有些都是大理师的 有些是大理师 大理师他不透的 所以玉他才透 你看我们转一个角度 好重 他好重 慢一点 你看他的这个 他都带有通透性 先转一圈给各位看一看 转一圈给各位看 他的这种通透性 只有玉才会有 只有玉才会有 他的这种通透感 他的这种通透感 所以 这是确确实实的是玉 是两千多年前的古玉 他是地方的白玉 他不是和天白玉 他是地方白玉 他非常白 而且 他有次生现象非常明显 勾文风化 次生现象非常明显 这个年代毫无问题 而且 你说他是新世纪时代的 你看起来也蛮像 但我从文化的角度 再结合了历史的记录 我最后 第三次我把他定位 第一次定位在新世纪时代 第二次定位在什么 阮翁仲 那个巨人翁仲时代 第三次定位 我把他定位成李宾父子 所以李宾父子 是李宾的儿子比他更有名 我们叫二郎神 二郎神 各位 二郎神到后来 《西游记》里面 各方面都有提到 越来越野生的变化 出来很多人 最早的二郎神 就讲的是李宾的二儿子 而他身边始终带着笑天犬 所以笑天犬就是 张口 对着天吼叫 笑天犬 有的人研究笑天犬 有可能是陕西那一带的 陕西是秦帝 陕西那一带的戏权 陕西受狗 那是一种 很善跑的一种猎权 其实说到陕西有 山东也有 其实我知道的 是三个地方有 陕西有这种戏权 山东有这种戏权 广西也有 你看这个 狼士林画的这个什么 除了八郡 他还要什么 三犬图 三犬图里面 就一个是什么 上老 我们就不要说八郡了 九郡了 八犬九犬 我们就以三犬图最简单的来讲 一个雄壮 如狮子一般的 那是鳌犬 细细长长的 很善跑的 那个就是瘦狗 中国瘦狗 咱们有点像埃及的灰狗 我喜欢狗的人 我懂狗 有点像灰狗 就是那个灵体类的 这是传说 可是我眼前看 我也调了一些历史资料 包括 那个 都江燕那一带的庙宇 出土的 达到了三米长的 高的石雕像 李斌的石雕像 还李斌儿子的石雕像 还到了汉朝帮他复刻的 这石雕像 甚至于巴蜀地区的 三星堆出土的那个什么 突掩人 一个突然巨人 就是巴蜀那一带 这种神像 人像的这种雕塑 都还有一个共同特征 都支扔扔扔的 非常高大 有巨人的这种身材比例 慢慢看 尤其他旁边的二郎 我讲的 二郎神 二郎有两个结词 一个是李斌的二儿子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他身边跟着两只狼 因为这个历史 都是这样 沾一点边 这个风吹草动 各种 拜官业史都有 二郎神 二郎神 除了他是老二排行老二 他身边真的有两只狼神 所以这 李斌的儿子 二郎神 我最后把他定位在 李斌的儿子 二郎神 他对巴蜀 水利 改善了水利建设的时候 让秦国 拿楚国的时候 他能够什么 顺水而下 不费吹灰之力 这运输非常重要 各位 我们大禹治水图 我们玩谷玉的 玩玉的 现在北京故宫 那个大禹治水图 那时候蒋中正 撤退来台湾 转进来台湾的时候 为什么戴不了他 体重太大了 太大 那是所有的 那个清宫流传下 在玉器里面 最大最重的一块 他当初 从新疆运回宫里面的时候 运了好几年才运回来 他只能在每一年 地上结冰的时候 我们讲的 现在马上到了 对 今天就是双降日 今天双降日 二十四阶级双降日 我们易经的 昆卦第二卦 老母卦 就叫 吕霜兼兵制 吕霜兼兵制 要等到什么 双降之后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吕霜之后就接着 累积 变得一个 硬地上成为 铁板一块的兵 都能够怎么 在河上溜兵的 那个时候才能运 为什么 那时候什么 滑嘛 我们都走在冰山滑倒过 或者走到结霜的地面 滑倒过的经验 非常溜滑 那个时候来运那个重的运 还有宫廷的 在害的那个河上掉脑袋的 最大的一条罪状 用了金丝南木 金丝南木就产在云柜的 云柜川都有 但是与贵跟川的 品质最好 川的是四川 他怎么样运输 那一根一根 那个大磅水 作为 那个太和电的 那个大梁 大梁柱 怎么用 就是靠这个水利 就是靠了 礼宾父子 整治好了 四川地区 就是巴蜀太守 礼宾父子 建立了水利的基础 这一路可以吗 顺水 所以说 运这么大的 而数量又多的 这个金丝南木 比运那个大雨至水徒 就要轻松的多 大军 光搬那个搬了多少年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水利 从那个金丝南木 行进的路线 你就是知道 秦灭楚的是一条 很注重的 很重要的一条水路 从那个 军事的角度来看 我想我今天 给各位就带了这种启发 或许它有翁中的 这种成分 但是 我把它归纳 因为秦文化最重要的 回归到原点是水德 水德 来说 治水两个大功臣 一个是韩国的奸细 叫做郑国 另外一个就巴蜀地区的太守 李宾父子 这是水德的代表 德者广备 水利万物 善而不争 李宾父子 可以说作为代表 李宾父子 然后大兴王化 他要是一个 祭祀坑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在 这样讲起来就不奇怪 他跟他的什么 刀剑俯乐 秦德天下是靠刀剑俯乐而来 是靠他的军事的这种 军事的能力而来 那帮他穿达军事能力来 那个投射兵力的 快速而投射兵力的 水利 水利万物 善而不争 但是你懂得善用这个水的 你就是王道 尤其是秦国以水为德的大秦 所以他的意义非凡 所以他出现在他的一个祭祀坑里面 而且旁边二郎神 后来传说二郎神 就变成他排行老二 叫二郎 事实上他旁边 或许真的有这两条神狼 我们有句话 狼行天下吃肉 马行天下吃草 狗行天下吃死 所以 这呼应起来 所以他具有 除了他具有艺术的表现力 他具有古语的特征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沟纹的风化也好 比方便的 还有他的差异风化 什么叫差异风化 就叫做物以类聚 我结束之前 我再简单讲 差异风化就物以类聚 你看他身上只干一块一块 为什么 同类相聚 易经讲 物以类聚方以群分 这也是一种物理现象 这是一种人性 也是一种物理现象 久了这古语身上的 同类的东西 它会怎么凝聚 再加上风化灵律 跟渗透交结 它一种置换 它的一种质变 所以形成的这种差异风化 跟沟纹风化 是我们断尽这个古语上 这两个是什么 无法复制 无法仿制 给各位赶快照一下 我们就 大概休息 你看 我说清文化 为什么 它喜欢白 白是代表金 颜色文化代表金 金洞生水 虽然它是一个地方白语 可是它的那种白 就让你感觉上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一百遮三丑 一百遮三丑 我就不特别去转动它 它很重 它很沉 非常的重 我画转转转转 把它转倒了 它到底是 我三十多年前 收藏的时候 我等于研究了三十年 我才把它研究透 第一眼 我想绝大多数 收藏古语的人 第一眼 一定把它看作文化棋 而不是 离兵父子 具体来讲 二狼神 在之前的认定 就是软翁重 那个巨人 那你就没法解读 这两只 神犬也好 或者这两只 神狼 狼神也好 狼神 人带了两个狼神 所以他后来的名称 就叫做二狼神 庙宇里面公寓 祭拜他 都称为二狼神 可是狼不见 原来狼在刘大师家 开开玩笑 各位知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 沉淀了三十多年后 沉淀了三十年 给各位讲 你接不接受 没关系 我们 多一个探讨的角度 所以经常可期 经常可期 我们继续看下去 拥有 古董 我们都是什么 过客 但 在我们手上 我们就要 散尽 保护 跟研究他的责任 这一点就怎么 我做到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不要忘记 订阅 鼓励订阅跟分享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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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